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爱国主义我们跟大家讲过 这是独裁体制当中特有的一个洗脑的工具 那在中国呢 在今天的中国呢 爱国主义呢 跟体育结合在一起呢 这是非常典型的范例 提到这个是因为李娜这件事情 我们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已经简单介绍了 但李娜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说的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爱国主义的破产 那就意味着共产党最后的护身符也破产 德国知识生有一篇很长的评论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 李娜说 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 没错 他就是个打球的 你干嘛非给我一个国家 所以文章讲说 个性张扬的李娜在结束16强的比赛后 曾经反问中国记者说 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 几天之后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警告李娜任性要有底线 人民日报撒谎有底线吗 没有吧 德国知识这篇文章挺斗根儿 他上来引述了作家王小波的一篇文章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在文章中 他描绘不安于生活在设置之下 能够潇洒地过着快乐生活的猪 文章说 除了这只猪 他还没见过谁敢以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 相反 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的生活的人 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愿意给别人做设置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独裁体制 这个体制本身的特别的东西 文章就提到说 也许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圈子都存在着为数不多的特立独行 李娜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立独行的运动员 十多年来 李娜的霸气展露无遗 她讽刺过教练 炮轰过网管中心 怒斥过观众 2002年 她隐退时曾说 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 不就是要升官 发财 分房子吗 这就是实话 李娜不买账 把当官的得罪了 当官的不干 就利用着 那李娜的成绩太突出了 就把党中央得罪了 党中央主管宣传的就要对她不满意 所以人民日报就出声了 就这么点事 2011年 法网决赛前 李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不要说我为国争光 我就是为了自己 当时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 那据说这个网管中心 这个中国网球什么训练中心的主任 又跟他有什么 就滴鲁肚鲁一大堆 李娜 我印象中后来又因为什么媒体报道说 李娜又说了什么为国争光的话 有这么一段争执 那但是呢 我俩俩今天李娜就又说话 所以李娜在进入八强之后对记者说 我为什么要背负一个国家呢 我只是一个网球运动员 就是一个打网球的 我尽我全力在场上比赛 这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再次掀起了李娜风波 这就是我讲的 李娜要保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要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自然就会切穿中共党性的一面 而体育跟爱国主义 这是最后能够维系住 在中共体制之下 无神论的普通人的精神的 那种被洗脑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这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们自然而然不是不是说有目的的切穿爱国主义 而是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把爱国主义干掉 在李娜保护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保住自己个人尊严的过程中 让普通的中国人认清了自然会维护人性与尊严的一面 唾弃党性与战友和欺骗强奸的一面 爱国主义在这件事情上 在周围的老百姓 网友们的讨论过程中 被击穿了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很大 所以不是老百姓不爱国 也不是老百姓把爱国主义当成目标 拿红颜枪干 不是 而是在具体的事情当中 爱国主义崩溃了 这就是我说 中共走向灭亡和天灭中共 是把它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事情 在老百姓面前真相被披露出来 它掩盖不了了 文章紧接着引述了 这是人民日报的文章 就引述了非常强硬的口吻说 在李娜的身上 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彰显个性建成潮流的时代 这里其实什么个性建成 他想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尊重自己 维护自己尊严的一面 体育明星的个性 是否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尽情释放呢 他不愿被你管制 当体育明星的个性 已经让世风良俗难以包容 这样的个性是否还要一如既往的坚持 他维护个人的尊严 抛弃共产党的党性 当体育明星的个性 已经变成一种肆无忌惮的任性 又有谁来约束这种可怕的任性呢 当你自己愿意成为奴隶的时候 愿意成为猪的时候 你用这样的概念去约束一个人性的基本的尊严的时候 你是对人的侮辱 当你认为你的权力无边 你认为人就应该这样的时候 你就等于对今天中国人的侮辱 当你可以在媒体当中这么去宣传的时候 你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的人 应该有的思维的水平和思维的这种方式 这就是被洗脑之后的一个直接的表现 但你认为你说的亢枪有力和智力有声 你说的越有声砸得你越狠 文章还提到说 他承认李娜他们在这个中国体育的发展中 进行了开创性的这种贡献是不可代替的 不可复制的 但是人们接受一项顶级选手 也许并不需要漫长的过程 而当人们终于因厌烦而想抛弃一个顶尖选手时 这个过程同样不会长 不会很长 你没有资格去代表老百姓 去喜欢谁和不喜欢谁 你这样的说法 这就是一个疯狂的说法 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法 你这样的说法 就是对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的侮辱 因为你在取代别人的思维的方式 你在以权力的方式 你认为那些中国人都是猪 可以让猪去赞扬李娜 可以让猪去抛弃李娜 你认为这说的是很对的 这就是一个强权体制的一个直接的说法 担任过多年体育记者的著名博客作家 李承鹏 李大眼 在微博上说 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说自己能真正的 真能背负一个国家 却让一个运动员去背负国家 这是绑匪 别说国家曾经培养过李娜 没有天赋 国家会培养他吗 干嘛不去培养村头二鸭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不同意李承鹏先生说的这个村头二鸭 你埋在村头二鸭 有点的意思 你干嘛不去培养李天一和他那后头四个孙子 打球 当然人家也不用打球 人自己玩球 对吧 这个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在这 那些人不用打球 不用像李娜这么拼命 人家挣的那个钱 人家那不叫挣钱 对不对 人家把银行搬出去了 是这么个玩法 对吧 人家有钱玩腻尾了 玩别的 那么玩玩腻尾了 所以出现了轮奸的说法 随地大小便 随地放纵 不就是这个概念 文章紧接着讲说 这顶多二者的合股 何况这钱是纳税人 委托国家的全球体坛 不凡爱国者 可最好的爱国是赢球 而并非口号 当初国家足球队男足上场前 还要向国旗宣誓呢 但他们真的爱国吗 他们永远年轻 石头都老了 他们还那么年轻 得谁输谁呢 文章紧接着讲说 一位资深的体育人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 上层领导恐怕不愿意看到 李纳这种 貌视国家权威的气言 过于嚣张 毕竟中国的运动员 大多没受过正经八百的高中教育 90%的运动员三观不齐 都是靠领导靠教练 进行管理和说教 管理部门担心这种风头冒出来之后 对运动圈会形成负面影响 所以提出警告 不要随心所欲 要给领导面子 要给国家面子 如果这么个说法 这就是牲口的说法 你把老百姓当猪养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 谁不让YouTube可以随便看 谁不让Google可以随便用 谁不让Facebook随便使 是你中国共产党 你把十几亿人圈在了一个墙里面 然后你给这些人 这些人当猪一样去喂食 我今天可以给你喂食料 明天可以不给你撩豆 然后你把这些人当成猪 这么去对待的时候 你就反过来又说 这些猪要感恩我 因为我给你饭吃了 而把猪却套上了一个脚架子 套上了所有能套的东西 让他拼命地给你干活 当干不了的时候 你就把他杀了 溜腰会了 所以反过来 有的这里形容的文章性 不是说李纳是猪 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特立独行的概念 当翻过猪墙 猪圈翻出去的时候 你怕所有的猪一起来把墙推倒 然后你说 你怎么那么不给面子 我这个墙修的老好了 我里头那个粪可新鲜了 你就吃点粪不就得了吧 那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在我看来 实际真正的就是爱国主义崩溃了 文章最后说 众所周知 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是需要拥有自己的个性的 越有个性 才越有发展的前途 他就提到09年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网球管理中心 就曾经改革的一步 让这些人单飞了 李纳 包括李纳在内 让这些人单飞了 自由的空间 让李纳这种很具有天赋的 个人项目的运动员 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也正是李纳的 特立独行的特性 推动了中国体育制度的改革 这是局限在体育制度本身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 李纳没做什么特别的 她唯一维护的 是自己人的尊严 当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 自然就把这个体制的爱国主义切除了 而作为老百姓在这件事情上 心情上和感情上 对李纳的偏向 就是对爱国主义的拒绝 所以爱国主义这个求碎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